你好 目前蘇迪勒颱風正步步進逼台灣地區了 首先帶你來掌握到接下來這幾天 整體的颱風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首先在今天下午中央夕相局預估 最快在五點的時候暴風圈就會接觸到 東部的陸地上 所以迎風面地區就會先降下好大雨勢 那禮拜六全天也就是今天入夜 到明天一整天全台灣都會受到暴風圈的籠罩 因此明天就是要特別嚴加戒備的一天 那什麼時候走大家最關心了 禮拜天颱風就會漸漸的遠離 但是中南部地區受到這個西南風的影響 東南部地區都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提醒你要特別注意了 那接下來呢 從海陸的警報單我們就可以來看到了 目前呢它位置呢 是在這個花蓮的東南東方大約是三百七十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一個小時呢 二十一公里的速度呢 非常非常穩定的往西北溪的方向來前進 預計最快在稍後五點的時候暴風圈就會接觸到陸地 明天清晨的時候呢颱風中心有機會 從宜蘭花蓮台東這個位置呢登陸了 所以一定要特別提醒東半部首當其衝的朋友 接下來呢颱風到底有多強烈 我們就從雲圖上面來關心了 其實呢可以從這個那個颱風中心呢 颱風眼來看到啊 主要呢就是因為颱風眼的越清晰呢 整體的影響就會越大 那颱風半徑呢也在今天的時候呢增加為三百公里 所以一定要提醒你呢 真的影響是不可小覷的 那最重要的影響呢就是降雨了 我們從這個降雨的圖呢可以看到啊 特別是在東部以北迎風面地區呢 現在已經陸陸續續的在下雨了 整體的降雨的雨勢呢 會用北往南部地區來下 所以南部地區的朋友現在還沒有感受 但是千萬也不要掉以輕心 所以全臺灣的雨勢這三天呢 加起來是非常非常的可觀的 所以在降雨的部分提醒你 還是要特別留意了 最後呢剛剛呢沒有聽清楚沒有關係 最後呢提醒你幾個重點的部分了 從今天下半天開始呢 暴風圈最快會在五點的時候 接觸到陸地 那北部地區東半部地區 首當其中的地方呢要特別注意 降雨啊強風的情形呢 越晚就會越明顯 那禮拜六呢明天的全天呢 都要嚴防 全臺灣幾乎都會有強風好雨的情形 所以特別注意的時間 就是今天晚上入夜到禮拜六的白天 都要特別注意颱風的影響了 那最後呢颱風啊會在禮拜天的時候 下半天的時候漸漸的遠離 但是一定要特別注意 中南部地區呢 因為受到這個西南風的關係 所以中南部地區呢 降雨的情形都會比較明顯一些 所以提醒你呢接下來幾天呢 出門的時候一定要嚴加戒備 那沒有必要的話 千萬不要隨意出門